國際新聞我們來關心英國國家犯罪調查局 也跟美國FBI 上全球11的執法單位 現在他們共同宣布說 有抓到海客組織落筆 這個國際海客組織是 罵攻擊凡海本土體設備 創警長公司 跟這間公司威脅要討論 國際立書兩台集團六個月的網頁 那是這個網站已經讓執法單位控制 包括英國國家國家犯罪局 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全世界11的 集團單位最認查到 我們測定在2023年 只有1,000人在美國 我們測定是在過去年 有了25%的攻擊犯罪 納克比自2019年開始出現 並且犯罪 是至今2、3年來 真有違協性 既且犯罪率很完美 都很軟體 全世界包括美國和英國財大 有超過2,000的受害者 或者超過1,0002,000美金的受金 受害者從政府單位到後好 也有緊急救助單位 這是最大最大的優惠罪案 但我們的工作並不斷了 台灣洪海旗海的本土地上昇 竟然是受害者 今年1月比日清賓車入市 那天前海客 创街竟然的網站 也還說 附近六個TP的內部資料 若是不在立即 管理改戰不在處理 就要公開結合的構築 社會資料 讓人家不透露 竟然是關鍵收播資料 並且說 初步評估 對公司的運作 無重大影響 公司新聞吳文靈兵業